大家好,欢迎来到滋味馆 今天分享一个五香椒盐蛋 不是一般的撒蛋,外皮烟烟硬硬硬 它有一个名字,叫做炒皮蛋 再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,自己做五香椒盐粉 味道可以跟你的口味调教 这里有六只已经煮熟的鸡蛋,煮熟后要用冻水浸住它 然后将蛋壳敲裂,敲裂了都要放入水里 这样才容易剥割 那么你会不会想详细知道如何撒蛋剥割 在右上角有连接 但是很多时候浸了冻水,蛋壳也很难撕开 撕到蛋一个个洞 如果你真的用手都撕不到的,可以跟我现在做的方法 用匙巾帮手就很容易撕 剥了蛋壳之后,最好用厨房纸吸一吸水 这次我会用自家调制的五香椒盐粉,用盐 加少许糖 还有胡椒粉 和五香粉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最好用一只微波炉专用的碟,不要用碗 这碟有足够的地方,将粉末散开 就不会堆埋一堆,可以受热均匀 现在试一试味 调教适合你喜欢的味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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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微波炉,用5度火力,盯一分钟 用微波炉丁很方便,你想用白锅炒也可以 小小火炒到干身就可以了 这里有多的用不完,用个小瓶载住它 很耐放的留下一次用 炒皮蛋,现在加3-4汤匙的油,不需要太多 然后将油烧热 烧热锅后,用中火 加蛋下去,慢慢将蛋煎到全只金黄 剥了壳的鸡蛋如果有水分 要索走它,避免煎的时候淡油 可以用锅铲一路推着,一路转着 就可以煎到金黄了 见到哪些地方煎不到的,可以重点煎一下它 先将蛋放在一起 煎到差不多了 将蛋夹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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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蛋夹起来 空材 剩下的油,再起它。 還可以用廚房紙塑走留在鑊的油。 接著將炒皮蛋回鑊,用最小火加適量剛才調校好的五香椒鹽粉。 拌勻就可以了。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過鹽焗雞蛋。 這個炒皮蛋,你試過了嗎?我覺得它比鹽焗雞蛋還好吃, 無論用來送粥,送飯,或者當零食, 煙煙韌韌,味道香濃,豐富。 今天這個炒皮蛋就說到這裡,幫忙分享,歡迎訂閱, 有時間給個like,留個表情符號給我。 在下一集,我們再見。 我想說去 raid二階的ять日子, 在你早塞,我們再見到這裡每天的雞捲到位。 請留邸你的店以及被散佩在 bron排煙前。